尊敬的各位观众及家人们,你们好 由于上周发挥不好,我没能及格 在这里本人做出深刻检讨 第一局,我觉得就是好人有内鬼 有人用这超越场上的逻辑在玩游戏 比如四号KS 这四个人都能知道圈圈是个预言家 连观众一直喷的我这个菜笔都能知道圈圈是个预言家 但是KS同学却义无反顾的选择战边反水 而我个人认为他战边反水就是真的是纯胡编逻辑战边 就是因为反水说十号曾经做的是李斯 所以多的不用我多说了吧 因为从接下来的五局来看 KS第一局战错边是很难以理解的 这一局总结下来就是好人团队里面有人有私信 本来八个好人本来就不见面 这属于是不见面的情况下还有人跟敌方见了面 属于是第三方阵营获胜了 妥妥的人情局 然后第三局我们也输了 那确实是我个人的问题 这个地方我没有站队边 因为没有认下牛肉干是个预言家 我的侵入历程就是他老说八号是好人 我就觉得这个和我的逻辑不符合 所以第一天我就把它出出去了 第二天在KS的不懈努力之下 我终于回头 认清反水的老人真面目果断上漂反水 结果场上好人不知道为什么给KS守卫给投了 那我就觉得可以开始摆烂了 也确实第二天好人就记了 不过这一局确实我自己有很大的问题 因为我没能认下预言家 导致了首位被抗退 也导致了好人的失败 这一局总结下来就是自己不能拿自己的逻辑去要求人家 就要尽量听劝 KS这一局是个首位确实尽力了 但是我没人听进去是我的问题 我一定会下次好好反思 努力听取场上好人给我的建议 然后第四局我是一个女巫 这一局我说实话我没有任何悔改之心 请观众和家人们能理解我 我确实觉得诅咒的预言家属实是不想让大家沾堆边 他那个发言我真没认下 并且牛肉干的发言还可以 我就给他冲了 诅咒的预言确实非常好 我听完我就回头了 赶紧把牛肉干给堵死 给好人挽回了一个轮次 但是为时已晚 这一局后面好人虽然也没有推队 但是我却要负主要责任 因为我把预言家给投了 让狼人领先了一个轮次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觉得我以后加油 不能预言家摆烂 我还认不下预言家还怪他 这确实是我心态的问题 要大家一起摆烂 不能因为一个人摆烂另外一个人努力 这样就不好 这局我女巫被大锅 然后就是第六局 我也要负主要责任 晚上睁眼的时候 看到了圈圈和雪原宇 但是这一局是我最不后悔的一局 因为我选择起跳给八发叉叉 事先我的狼队友是不知道的 我应该沟通 但我选择了这个难度以后 我的队友仍然坚定不移的帮我 冲锋跳猎人锦下冲锋 使得第一天锦上投完票以后 四郎直接裸坐 让我非常感动 我觉得这种局就属于是 我们只要把猎人给投了 我们狼人就算赢了 我本来是准备打算认狼的 那我思前想后 这把不能认狼 要通过一些其他的东西 打动场上的好人 所以我背了一段文言文 阿旁功夫 结果果然诅咒帮我们投了 要不然这一局我们投完八号再交牌 属于是完胜了 总结下来这一局确实是我自己欠考虑 这个在这么关键的轮次给八发叉叉 不太理智 要不然我就给七小突几发叉叉了 但是我的狼队友非常让我非常暖心 我下次必须请他们喝奶茶 以上就是我上一期大师赛六局输的概况 在这里我还有很多想说的 比如说从上个星期到这个星期 一共十二把 我想投诉一下节目组 我十二把拿了十一把好人 被发了六局精水 然后在关键 这关键的轮次给我发了一个狼 碰到八号是个猎人 这就纯属是让我摆烂 最后 由于本人的水平不够 在这里表态 以后也会继续努力 虽然我老说自己是气氛组的 但也不能总这样 赢了就说自己 赢了就说自己不是气氛组 输了就拿气氛组当幌子 这样对我自己没有好处 并且纯属是耍赖 对其他的嘉宾也不负责 然后以后我不管自己是不是气氛组的 我都需要再以赢为前提 保证自己经历玩游戏的情况下 再考虑节目效果 然后同时在这里祝大师赛越办越好 希望大家世界蒸蒸日上 家庭幸福美满 祝狼人家越来越火 大师赛也能早日拉到赞助 再次表达自己对这次不及格的悔恨之心 并且对每次犯错拖累的队友 表示忠实的歉意 希望你们能原谅我 我这次也会反思自己的错误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京城大师赛第七季原游会的节目现场 我是解说好汉 哈喽我是解说黄花 好久不见 那我们先感谢一下金主爸爸 感谢虎牙直播小巷护鱼大俄文化对本节目的支持 同时感谢新来市沉浸体验馆对本赛季大师赛的大力赞助 长沙新来长沙店已于七月份在长沙市海信区五层盛大开业 北京店将于九月份开业也就是这个月 欢迎北京以及长沙的剧本沙爱好者和从业者关注一下 然后我们就开始介绍一下今天的板子吧 对今天我们还是打三个板子 混子梦眼和石像鬼守护人 对然后就混子嘛每天都有 然后就不同跟昨天不同的就是有梦眼还有石像鬼 那今天的嘉宾你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在这里 今天的嘉宾有王宝宝 宋 Good morning 新意 没有没有 没有开始了吗 从周五诅咒 诅咒 周静静 郭小伟 牛肉干 王家蒙 黄子洪帆 这外刘小松 徐烟雨 反水圈圈 王宝宝 对 基本大多数还都是老的面孔啊 然后有一些新的嘉宾 然后我先把那个直播间打开 然后刚才我跟黄昏老师也讨论了啊 因为现在小伙伴们就为什么之前我跟你说 他们更喜欢那个就是咱们聊点别的东西 不去干扰他们 是因为他们在弹幕上会有一些自己的思考量 然后咱们作为解说的话 咱们有一些视角跟他们讲完了以后 可能会带偏他们 不管咱们是对的还是错的 他们就会自己的思考量就会变少 然后昨天呢 我给他们开了一个活动 我打算今天给他们开一下 就是让他们去加我的微博 关注我的微博 然后在每一局游戏 警下第一局警长归票之前 给我点四张狼人牌 最快点齐的人 我发一个红包 两百块钱的红包给他 然后 还是有钱 不是不是 就是让大家看着更有意思 每个星期都给大家搞点不一样的嘛 然后这个星期呢 就先搞成这个样子 然后下个星期看再搞点别的什么 然后昨天搞完了以后 我是想跟节目组要报销的 结果节目组说 嗯不错 干得漂亮 然后就走了他 就转头就走 太可怕了 对啊 然后就完全自费来 然后自掏药包 让大家看比赛看得更精彩 哎 没法弄 你们这样啊 呃 就是加我微博的关注 然后游戏开始了以后 私信我 然后还有老规矩啊 愿意喷人的那些人呢 可以喷人 但是呢 必须要卡牌子 点一下关注 好吧 现在喷人要求的已经这么高了吗 我这已经很低了 卡个牌子才一块钱 那我们骂弹幕都还用卡牌子吗 骂弹幕不用 我们不骂弹幕 弹幕其实最近很很友好的 对 然后然后 其实你看很多人看女主播什么的 然后就刷礼物 你不止一块两块 对吧 那都是多少钱呀 在我们这喜欢京城大师赛 您过来看一下 就刷个一块钱礼物 给主播卡个那个牌子 多好啊 然后 我觉得真的 你们可以去参加一下 好汉老师说的那个活动 因为他刚刚就坐在我旁边打游戏 直接冲了六百块 太酸了 好汉老师肯定有钱 就这个红包你们拿定了 对 加油 昨天 昨天有五百 得有个五百人参加这个活动 然后我看那个微博给我看的 眼睛都瞎了 那发出去多少红包呢 六百啊 可以 六百多钱 好汉老师微博报一下 我去关注一波 你不能 你不能跟我搞这个 所有所有在场的是不能参加的 然后就让他们搞一下 不过今天啊 我不给大家搞累计了 第一局没有人猜到就没有了 昨天我是第一局没有人猜到 当我累计到第二局我给出三百 第三局我给出三百 然后今天我就不搞这样了 今天我就没有猜到就当时那个没有了 然后有人说你的那个卖小 你是没开麦吗 往上推 那你就要离近点 你看我都会贴上去 对啊 为什么你那边那么白啊 我真的烦 每一次坐我旁边的美女都那么白 哎 你看这个 我的黑的都却黑 是是 我这这也不怪他是因为我是真的还挺白的 确实不是坐在我旁边的是真的都特白 你看什么大花啊 韩韩子啊 真的每一个坐在我旁边都巨白 然后就显得我却黑 然后刚才导播从这个 从这个叫什么 这里头给我说了一个黑巧克力 那我也不知道这导播什么意思 推荐你一下 你每天喝柠檬泡水是真的可以 好使吗 对好使 也可以推荐 就是所有的女孩子都去这么喝 就每天都喝 然后有有时候可以加点玫瑰花 然后你真的会一直白 然后夏天做好防晒 我操 一会儿我得跟你学习学习 不行我一定要白 我可太黑了 这我看这个屏幕我都 现在贼难受 确他妈黑 白假黑 就等于我给你打光了嘛 对吧 你打什么光啊 你是拿我 你是拿我那什么呢 你太可怕了 我们前面大概有一二三四五五个光 然后加我第六个灯光 那还给我弄那么黑 然后那个就再跟大家讲一遍啊 就是关注我的微博 然后游戏开始以后 然后游戏开始以后 在井下的那个警长规票 就是说比如井规一 从这一刻开始 我把时间记录下来 截止 你们之前谁能点对四狼 准确的四个狼 中间是可以变的啊 但是呢 你必须只能给我留四个数字 你不能说两个对调预言家产生一个 然后外置为三个是谁 这样是我不能接受的 必须是准确准确的四个 然后把四个数字发给我 最快的那个人 并且是全队的那个人 我就直接给你转红包 然后那个 我会公布在微博上谁获奖了 昨天产生了四个幸运儿 套走我六百块钱 可以再压个宝 就压个大的 再加一个混子 你都给 你掏钱啊 这话说的 很讨厌 对 真的是 你怎么那么白啊 你比昨天他们都白 然后显得我今天比昨天还黑 我真的天天 天天都喝柠檬水 我评价一下 翁静奇的那个检讨 我评价不了 翁静奇他 他说是在检讨 但我一直在听 他在骂人 对啊 我一个字都听不懂 什么检讨 他那是检讨吗 你小时候你上学 你敢 你敢这么写检讨给老师吗 那肯定是不能的呀 对不对 而且我知道像歪哥那个检讨 其实很多粉丝们都已经替他想好了 如果歪哥写检讨 就写 嘿 这帮菜逼 害得我怎么怎么样 不可能 你上学的时候 你是不能这么写检讨的 上学时候检讨的标准是 开头 我错了 对不起 我天天写这玩意 我可太了解了 所以检讨是 这个评价 我就肯定不能评价了 但是大家能接受他的检讨 就算是过关 我个人来讲 我觉得写的是可以的 但我没见过这么硬气的检讨 明明是跪着说的话 他非得 对 他非得站着说 没法弄 他就是开头说 今天现在我要说一下我的检讨 后面全是满人 对 我刚看到一个弹幕 上面说 今天好汉老师来解说了吗 怎么没看见他人 那我先回来 你跟他聊 挺好 你说这弹幕 你们这一天天小嘴巴巴的 你们要干什么呀 我觉得现在挺厉害的 你们这损人的方法 我都想不到 真的 而且特无奈的是 我天天跟他们说 卡牌子就能怎么怎么样 然后所有人把牌子卡上了 卡上以后就开始怼我 我就特别难受 然后昨天有一个特感动的事 就是我忘了是在那个 从哥的直播间 还是外哥的直播间 就我看到有没卡牌子在说我的 我也是开玩笑 人家也是开玩笑 就是说怎么那么黑呀 什么的 都是开玩笑 然后我就也是开玩笑看 我说你看这个人 没卡牌子在说我 怎么说人的这些都是不卡牌子呀 麻烦你卡牌子什么的 就后来就有一个人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一定是他啊 但是微博就私信我 就说好汉哥 对不起啊 我马上我就卡牌子什么的 然后我其实是挺感动的 就是说真的就是一份爱吗 不是钱的问题 就是卡一个牌子 代表主播的人气 主播人气高了 京城大师赛才能请得动他 因为他看到来京城大师赛 是有人气的 是被人喜欢的 对吧 这是一个连锁反应 所以说我确实觉得还是挺感动的 我小嘴巴巴说半天 然后呢 那个大家也也也能接受 好汉老师指纹起 你这个弹幕 你这发的你就气人 你就是不想让我坐在这了 以后我这给你换俩小姐姐坐这得了 你我不给你白乎了 刚刚有弹幕问怎么卡牌子 卡牌子就是充值一块钱 给刷个礼物 刷几个大宝剑什么的 然后你就卡到了跟主播 那个前面有一个小牌子 然后就就就卡上了 然后你问问弹幕吧 弹幕会有人交给你的 其实我也不太懂啊 但是我确实是每个直播间 我都会刷刷礼物什么的 所以我是都有都有牌子的 为我卡的牌子 感谢你感谢你 你其实是为大师赛卡的牌子 那个我们都是大师赛的 那个对吧 那个就工作人员嘛 我们都希望大师赛能办的越来越好 然后就离不开大家的支持 然后卡牌子喷我 你脑子有泡 你喷我 你喷喷他们不香吗 你喷我有什么用啊 我你喷我能回嘴 你说是不是 你喷他们 他们回不了嘴 其实前几天 有件事正好分享一下 大宝在叫我来解说的时候 我问搭档是谁 他说是好汉老师 我说这不熟啊 没有优柔那么熟 然后万一聊不到一起去 尴尬了怎么办 今天一来非常开心 不光不尴尬还显得我特别白 太可怕了你 你很奇怪 因为优柔就很白 优柔是一个很白的男生 就是在优柔旁边 显不出我这么白 不是我真的雀黑 你我太头疼了 大家喷王宝宝吧 对喷王宝宝吧 我觉得喷王宝宝挺好的 你不要喷我了 我多好啊 陪你们聊天 你看还有人说 我刚从煤矿里出来 对我刚从煤矿里出来 我跑过来给你解说来了 还让你指指点点的 哎气死我了 昨天 今天是那个许儿回来了 许儿主持 昨天的那个天天老师 其实他也是老牌的那个 天天来了 对天天 天天也是老牌的法官了 只是他也不从事这个行业 很长时间了 有一些生疏 所以没有办法 你看许儿平时也忙 有时候会禁足 有时候怎么样的 我们得找其他的人来来法吗 那大家对他的要求呢 也不要就 让每一个人都都是百分之百的 这种这种水平 人家可能就是个九十九 许儿是一百 差这一分就被你们喷碎了 不太合适 你看人小姑娘长得也很漂亮什么的 大家就多包容吧 好吗 天天以前是 艺庄JSA最受欢迎的女法官 对对对 长得又漂亮 声音又好听 然后结果昨天就因为没有报那个投票的 谁投了谁 然后被你们喷的都不成样子了 可能也很久没有接触了 都会生疏一点 对对对 这个他肯定是会跟他讲 让他改进的 但是我觉得咱们就该保护的老粉们 咱们还是就保护保护 对吧 当然你们要喷王宝宝的话 我是无所谓的 喷死他 我跟你们一块喷他 嗯 对 其实很正常 不像 好汉可能还一直在玩 我看你还参加比赛 就一直在保持水平 嗯 我也不玩了 对 就所以就其实我也不是保持水平 平时我也不玩了 我就是打比赛的话 就会比较专业一点 没有场外 没有作弊 没有什么的 然后就当是一个玩的心态 去去去搞一搞 然后也没有太多的像直播压力 你比如上大师赛的话 你会有一些压力的吗 但是像那个比赛就无所谓 因为谁都有发挥好和坏 更多的是竞技的那种感觉吗 然后我就当是个玩吗 对 但你不觉得打比赛可能会压力大一点吗 就是嗯 就可能平时你听人发言 就我们自己玩的话 听人发言 你觉得他是什么身份 就记下了就完了 但是到了比赛场上 可能就会反复确认很多次 对 但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好玩 是一个平时体会不到的 因为你平时想玩的话 你随便去一个面纱店 你都可以玩到 但是这种比赛的氛围 是我们感受不到的吗 对不对 压力太大了 我受不了这种刺激 还好还好 说我天下第一黑的那 再说我黑的 能不能有人给封一封 能不能管管他的嘴 我这儿巴巴跟你们聊天 都不让你们去买收音机了 他那是说我黑 看看他卡没卡牌子 赶紧检查检查 快快检查检查 是吧 卡个牌子 然后说好汉老师黑 给他集资买个粉底印 你们再说我黑 我就让你们花钱买收音机去了 你也甭卡牌子了 我就该干嘛干嘛去了 你们这帮人真的是 一点都不爱护我 不过你确实黑 讨厌啊 别带我节奏 确实我确实黑 这个东西也不怪人说我 其实我也是跟大家开玩笑的 说我黑很正常 确实黑 你看这个东西 拿眼睛看到的看出来 黄黄白的跟他们棉花似的 我黑的跟他们碳似的 没法弄 我下次得跟大宝建议一下 咱俩以后别同台了 同台了太 他说我胖 怎么办 不胖啊 他说我胖 那还说我黑呢 黑显瘦 对 说什么说什么 只要他卡牌子了 他愿意说什么说什么 卡牌子你就是老板 你想说什么说什么 这间谁迟到了 天天都有人问这个问题 我哪知道 你去看看 你告诉大家谁迟到 谁耍大牌了 这怎么能这么得罪人呢 不知道啊 谁迟到不知道 别问我 不知道 我们也看不见 我们看不见 因为那个现场在这堵墙后面 然后我们现在是单独的一个小单间 这一季是赤巨子 对对对 给我们搞了一个小屋 搞了一个小屋子 嗯 然后 然后诅咒老师今天会来 啊 然后诅咒老师倒没倒 我不知道 有可能是他耍大牌啊 这是不好说 牙真白 我衣服不比牙白吗 你这话说的 真是的 靠死一个抱今天 我一嘴 我扇死你 你们 你们关注没关注 那个我的微博啊 你们关注我微博 一会儿竞猜就要开始了 然后他们一会儿啊 就入夜了以后 时间就不会很长 我就来不及跟你们解释 那个什么竞猜的这个规则了啊 然后是这样的 第一局 四个号码 你就打成字 第一局 然后四个号码给我 你愿意跟我聊点别的 我看见了 我就给你回 然后呢 第二局开始了 你就打第二局 四个号码给我 第三局四个号码给我 然后只要你是四个都对 并且是最快的 我自然就会找到你的 然后最后我会公示在微博里 当有一些人发现 哎 不对啊 我发的这个时间比他快 而且是一样的数字 那你就私信我 我看到以后呢 是我搞错了 我再给你补一份红包 好吧 咱们就这么搞 就认真审题 不要搞错 然后 完了吗 对 然后为什么我这一周 要搞这个活动 就是想让大家 就跟咱们看世界杯似的 我其实也并不喜欢 哪些国家的哪些 对 因为它都是以国家性质的嘛 我觉得这个国家挺厉害的 我押注这个国家 然后呢我就认真看这个国家的 每场比赛 就有点这种感觉 有一点凝聚力 然后让大家认真的去看比赛 去听场上玩家的发言 让你们少喷点人 别当那小黑粉 有什么就冲 冲王宝宝来 王宝宝那身板子扛得住 冲王宝宝来 然后今天是教师节 如果有正在观看的老师 祝你们节日快乐 黄焕老师祝你节日快乐 谢谢您 然后那个 他们这边没开始 肯定是因为有嘉宾迟到了 但具体是谁呢 我不知道 你们自己去问 说黄焕声音小 应该不小吧 黄焕声音肯定不小 自己把你的声音开大点 可能是这个麦有点问题 就好不容易拥有一个麦 结果还是够坏的 贴近点 你看像我 差不多 你也贴挺近的 我要再近 我就要吃进去了 对 口红一定不能蹭掉 好汉老师 当众批评王宝宝 那我哪敢 王宝宝老师可太厉害了 昨天拿一个骑士 直接把狼骑死了 我哪能点凭他呀 我不配 你跟王宝宝谁黑 肯定我黑呀 这还用说 这场上能有比我黑的 小黑都没我黑 我都严重怀疑 小黑把我的那个名字 给偷走了 小黑要不用 不叫小黑了 我就叫小黑 其实也挺好 行 挺好 在你妈说 好黑老师 牛逼 我真的 我一拳 我就给你垂碎了 我觉得这个爱你 其实不错 哪个 好黑 滚 这肯定 非常的独特 随便 你们爱怎么着 怎么着 反正你们 我相信你们也卡牌子了 你们说啥是啥吧 是没得聊了 人说是不是没得聊 对呀 我没得聊了呀 你弹幕赶紧跟我互动 让我聊点东西 全是什么 好黑 好汉 去哪了 这那的 你让我怎么接你 给我来点别的 我跟你们能互动互动 然后我现在还没 你吃饭了吗 我减肥 你减肥 我还没吃饭 我巨饿 一会他们一入夜 我就跑那屋吃饭去 然后就看你们 给我裸点 死亡 快关注一波 微博 我这会去注册一个小号 还来得及吗 小号了 肯定来不及 别让我查着 查着就是一顿胖揍 对 你们有没有玩哈利波特呀 最近我看那哈利波特特货 今天我也开始玩上了 黄河老师刚才给我指导了一下 他磕了六百块钱 就是那个 我坐在旁边 看着他开出了四张金卡 真的嫉妒 三 四张 有一张是那个送的 抽六十送的 那也算 嗨 瞎玩呗 昨天看我挺帅 今天怎么那么丑 今天是因为显得我太黑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其实本来也不帅 哎 昨天这位是不是生气了 扛推 哎 他这个东西玩游戏嘛 就是被 好人被扛推 肯定心里是不舒服的 但是生气肯定是不至于的啊 不至于的 嗯 我下次就穿黑色的衣服吧 反正我也黑 我就穿黑的 我不穿白的了 你不能穿黑色的衣服 就更黑了是吗 对 现在还是黄昏跟白T恤 你穿黑色的衣服 你硬身了 就只有缓缓了 对 对 歪哥是不会生气的 但是心情肯定是 想哎呀 我跳个女巫 怎么没被你们认下 是我这样的 对 穿黑色看不见了 我穿白色又有人说 就一个白T恤在这 哎呦 我怎么没法弄 然后就弹幕全是喷我的 你们前两天 那个好汉天下第一 你们那些人都去哪了 怎么今天都换人了是吗 这是两拨人是不是 就昨天是一拨人 今天是一拨人 今天也可以说好汉天下第一 后面加个黑字 前两天 前两天贼牛逼 前两天满屏的好汉天下第一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今天就这些人都不在了 可能 那你那天干嘛了呢 我那天什么也没干 就跟大家吹吹吹牛逼 你看今天就后面带了个黑 你们是不是前一段时间 那帮人了 你们肯定不是了 哎 不爱我了你们 完了 下周我要不然就不来了 下周我把别人给你们请过来吧 请个沙谬老师跟你们盘一盘什么 沙谬老师也太白了 沙谬老师拒甩 你不觉得吗 说实话 不觉得 我觉得沙谬拒甩 你们要真的啊 你们不喜欢我 下周真不来了 你们这太过分了 然后微博我现在是切不出去了 一会儿你们就该加加 然后那个该发四郎发四郎 优柔老师呢 优柔老师治病去了 那个屁股不太好 治病 治病 没听缓缓刚才也说吗 说优柔 跟优柔搭档时间长了 比较那什么 今天你看为什么你来了 都不知道优柔来 让我来 那优柔治病去了呀 他那个痔疤很严重的 很可怕 你怎么知道的这么详细 是你干的 因为什么呀 因为你看这个椅子 不是很硬吗 你自己坐你就知道了 优柔老师都解说这个 解说多少年了 天天往这椅子上一坐 你说他能不犯病吗 那你说怎么办 但是还好呀 这晚上就坐半天 那也架不住 年年这么坐呀 我现在坐的我都有点不太舒服了 虽然我还不至于犯病啊 说他妈李逵天下第一那个人 你给我疯了他 我再也不想看他了 给我疯了他 什么玩意儿 太讨厌了 不在外格直播间玩了 我去小松哥直播间 转悠转悠 你们这群人 一点都不友好 咱俩 咱俩一人一个直播间 跟不同 跟不同弹幕 互动一下 我进来就看一个弹幕 传下去 好汉发病了 疯了 我把他疯了啊 怂哥那直播间 把这人给我疯了 气死我了 谁犯病了 我犯什么病 我 消死你我 你看这边有碰我黑的 你卡牌子了吗 你就说我黑 啊 卡没卡牌子 你 没份儿弄 你们这群人 三局懵 对 对 这个人说的对 三局懵 就就行了 就是你可以不停发言 你就每一局在正确的时间段 给我四个数字 蒙对了也算你厉害 对 我并不是显示说谁玩的好 能能搞搞到四个狼 点到四个狼 就是一个参与感啊 就是一起玩 你要记得给一个时间段 要不然你想 就是就是景下 竞选完景长景下的那个环节 然后景长归票 截止 明白明白 景下一轮啊 你们闭嘴 跟你们没关系 刚才谁在弹幕说什么 李逵什么来到直播间 这个人 李逵老师 疯了 都给我疯了吧 这人 卡没卡牌子 没卡牌子 直接给我疯了 我一圈我吹一声 有可能是防管刷的 防管 防管也 自己把自己禁言了 不许刷 自己把自己给我禁言了 那个 再这样下去 我可让你们买收音机了 以后你们可就没有我了 你们就失去我了 什么收音机什么梗 有人说你 就是有钱不买收音机 就挺好汉吹牛逼吗 有人说你旁边 女姐说旁边 为什么有一副假牙 我一把掌 我扇死你 说我飘了一个假牙 在这 你看 女主播的 一假牙 什么 我以为她说 我这个是个假牙盒 不是 她就说 我就剩个牙了 哎呦 怂哥的直播间 也不爱我了 那我真走了啊 那为什么是假牙 不能是真牙呢 真牙 谁家真牙飘天上 那不是假牙飘天上 真是不行了 你们这群人 哎 没法弄 我去谁直播间 谁他妈喷我 去谁直播间 谁喷我 我直接把手机关了 我不看弹幕了 你们爱谁谁 你们自己买收音机 去玩去啊 别跟我这闹了 你们太讨厌了 天天损我 天天损我 我真不让你们卡牌子了 卡了牌子 你们不喷别人 就损我天天 你们真有起子 聊聊王宝宝老师 行不行 聊聊怎么 教教你们怎么挣好 韩老师的钱吧 就那么两块钱 六百块钱 你们随便挣 拿走 我刚想了一个招 趁现在赶紧多注册两个小号 那也没用 他一局就一个人独赢 他不是谁猜对 都能拿到钱 不是谁猜对 不是 那你如果多几个号 你猜对的概率不是大一点吗 尤其是因为我们第一局 又打混子 第二局 其实这三局不是很 能特别准的点齐四郎的 在第一轮 对 其实混子的板子挺难点齐四郎的 因为有一个混子做干扰 尤其是混子如果再混到狼队了 我觉得这两百块钱 我就铁他妈省了 就像昨天就狼混 歪哥狼混 我就省了两百块钱 然后 那个 今天的话 我也希望有狼混 有狼混的话 就可以 就可以省两百块钱 然后后两局 我也不追加了 后两局每局 我花两百块钱 然后我本来要花六百 结果只花四百 省下两百 我冲哈利波特里面 我再抽个成卡 我气死你 谁让你比我白呢 哎呀 想睡觉不许睡 给我醒醒 这现场还好多人 在这看着大家那什么呢 你在家里头躺着看 你说你还困了 不合适不合适 不许困啊 行一行行一行 谁耍大牌 没人耍大牌 肯定是堵车 对 对 其实我来的时候 我刚 我今天出门还挺早的 五年五十吧大概 挺堵啊外面 对挺堵的 嗯 好汉说话 我想睡觉了 我不说了 让黄安跟你聊吧 别啊 我们吃水果 别别别 我真的很困 我现在 靠着好汉老师说话的意志力 在维持 维持我的清醒 你们多骂骂他黑 我就很清醒 因为我真的很 很高兴 你知道吗 因为这种东西是很难 谢谢 很难每天都有这么多人 同时在夸你白的 再喷我 我们俩就两个人 同时放下麦 直接吃水果 让你们看我吃水果 好吗 不许喷我了 我把黄黄说困了 黄黄 我真的就困 昨天我干游戏 跟你说了吗 对 你玩了三点多 对 然后就很酷 那游戏 感觉还行挺新颖的 对 可以给那游戏吹一步 你是没有玩过炉石吗 之前 我玩过炉石 但它跟炉石也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主要是它有那个 它跟皇室战争很像 对 它主要是有那个 情节嘛 我是真的很喜欢 哈利波托 确实 这个IP 确实 而且它是正版的 对 嗯 水果怎么飘过 哎呀 我的妈的 我非得逮着 等会你们还能看见 水果从天空中飘起来 突然相失了 你卡的是谁家的牌子 这个寡欢 水果怎么飘过来的 那边好了 终于好了 不跟你们吹牛逼了 那边好了 切回去吧 拜拜 我们吃水果了 哈喽 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 由新来剧本沙 成绩是探案馆和火压直播 联合播出的 金城大师赛 那今天呢 就是我们这一期的第二天了 然后昨天有些同学们 成绩不是很好 希望大家今天努力啊 因为毕竟今天是教师节 你们最好的成绩 才是给老师最好的礼物 然后屏幕前的粉丝们 今天也要记得 给老师们说一声节日快乐 那今天我们就从12号 王宝宝先开始介绍 来 哈喽 大家好呀 然后经过昨天的 一天的一天的三局游戏 我觉得 带师也就那样 我以后再也不扛推他了 实在太简单了 什么跳女巫这种 我今天的宗旨是我可以不赢 但带师一定要输 反正他今天只要输一局 他就写检讨了 我可以不赢 好吧 希望大家能够帮帮我 特别是8号 因为8号现在是30分 这是可以的 然后为什么从我这边先发言 是因为诅咒耍大牌 到现在还没有到 到时候反正该喷喷 该骂骂 那个你口红涂花了吗 我OK 你也OK了是吧 好 那就这样过了 谢谢大家 11号圈圈 哇 今天王宝宝又坐到身边来了 怎么变得这么温柔了 有点不太习惯 好 那个 我今天组织老师来了 正好 我久违的蓝精灵 又来碰一碰他 然后其他也没了 让我们其他嘉宾 给大家介绍一下 10号反水 哎呀 那谁迟到了 大家现在都有说 没法弄 就是这么大牌 哎呀 就是迟到了 然后今天 来了挺多人的 最近大家不都在玩哈利波特吗 看这一张桌 他半张桌的人 都在玩 就是 主要是提前跟大家说一下 王宝宝是 蛇院的 蛇院的好伙伴们 捡到宝了 捡到宝了 我就 没什么 好了好了 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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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我过了 下一位 9号 徐言语 我是换员的 没有了 没有了 今天我决定 整装 重新 重振旗鼓 这是什么 重新来 啥 过了 过了 8号 刘老松 那个 今天是这个教师节啊 祝这个直播间中的这些教师朋友们 节日快乐 你看像我就都想到这些 这前面现在一个都想不到 然后也希望 也希望你们能躲点事 我觉得我们这个精神大师赛也是一所学校 也希望你们能够住这个精神大师赛 学校的老师 节日快乐 不用嘴上住 希望要行动表示 那个 好好发挥 我过了 没了 7号之外 那个 首先 那个 感谢火牙直播 还有那个新来成俊的体验馆 对于大师赛的支持 然后 这个 昨天确实输得比较多 没办法 玩的不行 打不过 王宝宝 对吧 那 这个 我跳女巫号票出不出去一个狼 那也没办法嘛 然后 单边原家被刀了也没人救 但是 有一说一 昨天你们冲人家四号冲的太 太厉害了点 然后导致人家 然后 然后 然后人家四号 就说以后可能再也不来大师赛 我觉得我们这个观众朋友们其实还是可以这个稍微 反正也不来了 就接着出 对吧 反正你再也不来 然后 但是我觉得那个李金蕾还是挺好的 还是挺好的 然后其他的没了 希望今天我能够这个不写检讨吧 尽量能够三把全胜 好像我必须三把全赢才能不写检讨 估计挺难的 然后欢迎二号那个新嘉宾 然后加入了我们 希望二号可以好好发挥 小 小 小书包好像说只能第一天投是吧 没关系嘛 不行就写真好 没关系 然后我们 我们 我们那个 就说这么多吧 好吧 希望今天我能够 发挥好一点 过了 大家好 我是黄子红帆 然后那个 我今天又来了 然后今天应该是我 这一季大赛赛最后一次来吧 因为过两天 就是要去忙工作了 然后不太在北京 然后希望下一季 还可以继续来见到家人们 然后很开心 希望今天玩出 比出风采 比出这个快乐 然后有意义就好 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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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啥 过了吧 五号王家门 哈喽大家好 先祝那个全体老师 节日快乐 然后我呢 今天怎么突然感觉 有一半人都 好 对对对 全是 不是手脸 挺慌的 不知道今天是一个什么情况 然后那个 肯定特别有意思 非常刺激 我觉得 是一个不一样的体验了 完了 我我我我给给自己宣传一下吧 我们新来沉浸市体验馆 我们10月1号就开始实营业了 然后现在紧急的就是北京开始招点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就赶紧报名帮忙忙 谢谢 过了 四号牛肉干 谢谢这个朋友的投食 然后祝明明生日快乐 然后京城大事赛的家人们加油说要念一下 然后来之前我跟这个王家门打了个赌 他点了个星巴克 说是他点的星巴克先到还是老诅咒先到 他点星巴克的时候是7点半 然后确实是老诅咒比星巴克稍微早一点 真棒了 我们读两顿星巴克 显顺显顺 谢谢乐乐老师 谢谢 大家就知道这个迟到的程度了 我过了 好 三号 郭小伟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伟 就是 你开门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伟 就刚刚祖宗老师还没来之前 这个饮料都已经给他满上了 就是他没有来 但是他的气势已经来了 然后我再跟大家说一下 我的那个直播间是韦韦 只有八十斤 然后 然后直播账号是25 25 25 25327722 然后我每天是八点多直播 然后希望大家可以点点音乐 然后我就过了 25327722 过了拜拜 好 二号周静静 25327722 先帮他再念一遍 大家好 我是 我是 来 那你再 你给我一起说吧 来 我们俩一起祝明姐生日快乐 姻缘不断 也祝我们京城大师赛 越来越棒 越来越好 然后 大家好 我是周静静 然后新人今天是 第一次来到这个大赛 然后希望呢 大家给我一点点小面子 不要喷我 谢谢 好 就这样了 然后我想问一下 我们这边迟到的话 是要请大家喝可乐 还是怎么样 所以 因为 你迟到然后满中了什么了 好的好的 那我过了 好 一号组正 哎 那个 先感谢一下 这是谁送的 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 谢谢你这个 不是 我是这个 先谢这个 谢谢东方书院吧 然后 祝这个敏闷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然后再感谢 我廖伯 我廖伯哥哥给我送的这个 这每次都这么多可乐 这没法弄掉 昨天他来了是吧 没敢上 你说这 早点 真假的 那 那 我也明白这什么意思了 我也明白这什么意思了 真的假的 行 你等着 这我呀 这 这 这特别 特别痛恨 那个迟到的 你知道吧 然后希望大家呢 以后能早点来 我就过了 过了 好 那时间已经不早了 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第一局是 与女烈白混 然后我们来发牌 你真他妈坏 你怎么这么坏 我操你妈没有 我一摸我就知道这是什么牌 这牌有那个 你摸一下 然后欢迎回来 今天漂亮小姐真多 确实 很漂亮 快乐 又来看我们两个吹牛逼了 对 然后罗点四郎环节啊 你们现在就可以开始点了 你先点一个我看看 一二三四 开始点啊 那我就四五六七 警下 警下那个警长归票 然后就归完就完了 你们看到我还没吃饭 然后这边有一大堆外卖 扔在那 我们在吃外卖 然后一会儿 听听发言什么的 诅咒迟到了 其实刚才黄河还说呢 我们替他藏了那么久 没说是谁耍大牌 怎么怎么着的 结果就被爆出来了 多少人恨 你看看他 显得让我们就下班晚 今天多加班加了 这得有五十分钟 就怪这乐乐 生气 然后你看廖博老师 还是牛逼 一下投了那么多可乐 就是唯恐天下 不那个什么 就让乐乐老师 拿着这个可乐 对吧 去搞一搞吧 昨天你是没看到 那个廖博哥跟王成龙 啊闹起来了 京城拳击赛 差点就 呦 对 干起来 王宝宝被摁的 跟那小鸡子似的 摁在那椅子上 呦 贼好玩 第一次拳击赛 你没赶上 那天 那天我没赶上 但我老婆在现场 哪一个 警车 是现在还一直的那一个吗 结婚了 啊 结婚的那一个 然后 他当时在现场是同场 然后我当时是 那个在三里屯的店里面在看 嗯 然后那天我是全程在看的 然后那天 嗯 拳击赛事就不说 那是诅咒老师 没花钱上热搜的一次吗 光荣事件 那天特别巧 那那时候 那谁还在北京 蔡包子 然后蔡包子不是那一局的解说吗 但蔡包子那天想偷懒 他就给我发了个微信 嗯 那也是他第一次叫我 缓缓姐 哦 他以前都是 直接叫我缓缓 15喝6的 对 要么就直接喊我大名 但他那天恭恭敬敬的喊了我 缓缓姐 明天你有空吗 过来解说呀 我说你想干嘛 嗯 然后但是那天 因为我 嗯 上班下班时间还挺晚的 就没有来吗 嗯 后来我觉得我知道了 我是误会蔡包子了 他是给我贡献了一次 这是 这可能是我 人生中唯一一次 有可能能上热搜的 不花钱上热搜的 就这么错过了 对 然后今天你看啊 一号玩家前面有那么多的可乐 他能跟谁打起来 跟谁开拳击赛呢 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管他呢 反正我只关注这个罗点四郎 因为我我要花钱 然后节目组不给我报销 我自己难受 嗯 有那钱我冲点哈利波特不香吗 你看大家都在玩哈利波特 饭水刚才也说了 嗯 但是王宝宝居然混进了蛇院 对 我也是蛇院的 好 那边天亮了 接回去吧 点四郎开始啊 嗯 除了二号和六号玩家以外 所有玩家均在井上 现在时间是五十五分 请七号玩家发言 嗯 我是猎人 因为 因为 在这个板子里边 拿到神我就先跳了 因为我怕被出啊 没办法 呃 我身边就拍出来了 好吧 呃 可以有人 可以有狼人汗跳 跳猎人 就一会可以 可以狼人汗跳 我也接受 可以先出我 但 我一定会开枪 我能开出枪了 那是不是我就一定是好人了 这没办法了吧 那女巫自争不了吗 但是猎人可以自争 我是猎人 那我就提前跳 这总得信我是猎人了吧 我都不说 什么后跳先出 有人跳了 他但凡说要出我 我就认出 就把我出了 我就开枪 我开完枪 我就留一眼 就点完了 我们就搞快点 这盘我们就赢了 好吧 那个 这总可以吧 这总可以吧 其他没什么 我第一个发言 我就告诉大家 我是个猎人 然后 反正我一会就 你们可以不跟我一起站边 我也不说 不跟我站边的人 就吃香嘴 什么这东西我不说 但我会告诉大家 我心目中原家是谁 我觉得狼是谁 12号 我真不明白 我发现你 为什么老要笑 跟你有什么关系 就是 很反感 知道吗 就你这种行为 其他没了 我是猎人 然后我说好人 我就拿着就先跳了 因为我现在不说 我怕到时候 我突然这个什么 井下一条猎人 又把我先出了 那与其说到时候再出我 我还不想早上跳 好不好 我是猎人 有人 但凡有狼人汉跳枪的 就可以先出我 好吧 然后我就开枪 我过了 大号男嘉 你也是猎人 我不是猎人 我不是猎人 他一下给我玩猛了 现在 这个打法挺飘逸 你说你是猎人 然后你告诉我 一会儿还有人跳猎人 然后你先出 那 玉女猎白混的板子 你是个猎人 狼人就跟你对跳猎人 这不是狼墙的板子 活逼找死吗 那我肯定得跟猎人走了 那这把咱俩同身份了 你是猎人 我是平民 那这把应该赢了 我不说别的了 冤家也都不用拿警徽了 把警徽给他吧 让他解释了 点完四郎 这局快点结束 行吧 就完事了吗 那玩啥呀 俩冤家都不用跳了 就咱们就这把跟着骑走 名猎人都出来了 无所谓了已经 那这有点太要强了 那写个这个什么检讨书 就这么 让你难以接受吗 我就有点 看不见 但幸运我这把跟着 哎还行 我是个平民 那我跟着猎人走呗 别没什么了 我过了 九号玩家 三斤水 警徽662 我先说为什么验三啊 因为想验三是个茶沙的 因为我觉得这个场上 如果验到三是个茶沙 我觉得我的营面比较大 但是验川是个鸡水 就是 我没有别的意思 我是真的 其实开牌之前不是敏过一吗 原本想过说一是不是狼 但是当时他给我的反馈 我觉得一可能是要好人牌 所以就没有验一 就我今天拿原家的想法 就是挺想验出一张茶沙牌 我觉得可能好赢一点 因为毕竟验出三是个金水 好像 我没有别的意义 没事 因为七八的发言 我也确实不太了解 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前之位 前之位的原家 那就六二验 然后别的 我也没有什么 我觉得四可能是个好 一可能是个好 所以 别的坑 我觉得七八里面可能得开狼 但是我没有觉得 因为七跳的是一张枪牌 又奇奇怪怪的 那可能八是个狼吧 因为八没有这样打他 又挺想干这个七的 反正六二验 三是我的金水 我今天不会接受八号玩家 跟我聊任何场外的信息 因为我觉得拿原家还蛮 就无所谓了 无所谓你聊什么 大不了我等会就验你 如果我觉得你实在不行的话 反正六二验 三是我的金水 过了 十号玩家 二是个金水呀 二是我的金水呀 哎呀 因为二号玩家第一次上一张桌子嘛 对吧 很少见到长得这么漂亮的狼杀女玩家 微微一雁 以示尊重 是个金水 挺好 那个井辉流三六嘛 因为井上后置位茫茫多的人 你给三发金水 不怕三反水立井 你俩有可能夜里见面 是吧 然后六是因为井下 井下只有两张牌 有一张金水了 然后另外一张 怎么着都要验 因为如果把六验穿是个好人 就是四郎上井嘛 这 猎人 什么 大梦了 这有点不会了 该说不说 是不是真猎人不知道 俩冤家都不挺给他面子的 确实该跳还是得跳 然后 后置位 我觉得王宝不像好人 我觉得十二号开牌像了 那可以吧 面纱可以抿人的 开牌像了 然后九号前这位给的信息说 觉得四是个好 我觉得四有可能是个好人 因为七跳猎人的时候 四标了一句国翠 被我听到了 不做到小信息 好吧 那七是不是猎人就再说 反正猎人跳了 再说猎人的轮次嘛 现在是那个九十对跳 就九十轮次 萌萌 长得挺可爱的 是不是好人就不知道了 我就没什么聊的了 我觉得 后置位要来个评票 我也能接受 那个天天 那个九号精水的发言吧 暂时的警会流是三六顺眼 二十个精水 过来 十一号玩家 那万一七是个真猎人 四号玩家是个狼呢 他也只能标这句国翠 这把确实就是 因为今天是教师节 确实也要跟着七号玩家走 好吧 七号玩家选择跳了猎人 以后我们就跟着 因为七号玩家最多也就是 狼混跳猎人 要么就是真猎人 我更愿意相信 他可能是真猎人吧 反正人家井上光跳猎人 那也没 没有人跟对跳的情况下 我也不能说 不信七号玩家 九十 是这样十号玩家 跳的还可以啊 但是你的那个 精水啊 二号玩家 接到你的精水之后 表情非常的 不是很淡定 感觉有话要说 我看看二号玩家 是否会投给十号玩家吧 好吧 然后你们后面站着边 然后因为九号玩家 直接给三发的精水 我听一下三号玩家的发言 我看完二的投票 三的发言 我决定 我一会儿站边 过了 十二号玩家 我先把身份跳一下 我猎人 然后呢 我猎人 怎么了 那个 东方树叶家 那个李狗和大敏 生日快乐 都在酒里提一杯啊 然后那个 反正有人跳猎人就出七嘛 就这样 我是 因为我觉得你真的是 和人有关系的 事情你是 一件都不干 你游戏开始之前 你说输赢不重要 今天你可以输 刚才你也说了 你井上跳个猎人 是什么意思 没人说你是老 你就跳个猎人 什么意思吧 我就一个要求啊 不能三盘都是猎人 就这一盘 好吗 就这一盘 不能三盘都是猎人 你赢一盘没有用 你要三盘全赢 然后这一盘 想不小心 也要看我脸色 我等我想一下 我井上 井上是不是跟你刚枪 好不好 井上我先沾边一下酒啊 然后实说我是狼嘛 好姐姐还是挺好 你骗骗我 我是会跟你的 因为我觉得 实在 他跳猎人 好像真的好像出不了他 他无缘无故 跳个猎人干嘛 我感觉三 你如果跳个猎人的话 比较好 我是觉得 这太为所欲为了 他没事 就像 就像去考试 有一本 答案在我 面前 就这边是卷子 前面就是答案 让我抄 这是什么意思啊 你不会跳个猎人等我 说你不知道吧 我站编一下九号 我认为九是冤家 我认为十是狼 我认为二也是狼 因为 一个人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下面 总是会上来 竞选一下 因为你实在不了解 九跟十到底是人 光听发言 你是听不出来的 所以我认为你是狼 而且我也不认为 水子姐天天 逮着女嘉宾片 这也太过分了 而且我不觉得 你是那么过分的人 所以我觉得 二十是双狼 然后 我是猎人 我是猎人 好吧 过了 一号玩家 那我可以 跟人家把十二投了 一会儿十二开一枪 因为这样 有几个问题 你看 首先人家七号 人家开始说了 人家说我实在不能输了 我输 他也不会写字 对不对 你写一个大 大检讨 你说怎么写 人家觉得写不了 人家直接把身份跳了 想带队 那怎么了 我觉得没啥问题 那你是猎人 那你觉得这八是什么 这八说 跟七是同身份了 终于你是猎人 我是平民 咱俩一块能取得胜利了 那你觉得八是啥 那你觉得七号玩家是什么 你是猎人 他就是狼 他是狼 他为什么要跳猎人 对吗 那你就像十一号玩家说的似的 你觉得他 他有可能是狼会 对吧 就想挡一推 或者吃一枪 怎么着都行 然后这原家这方面 这十号玩家 咱俩 你不是女巫吗 女巫还能验人呢 现在 你有手艺啊你 开牌 我说我是女巫 我是女巫 我摸上来了 他说他是什么 我说我是女巫 你是狼 他说不行 他就是女巫 女巫现在都能验人了 是吧 那吃个大斗子 好吧 那就站边酒吧 虽然我跟这十二号 人家站边一样 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啥 说实话 我觉得十二号 人家不好的点 就不像好人的点 就是在于 他说这个七号人家 是不像猎人 但是他又没评价 八号人家是什么 但是呢 我目前感觉可能 九像一点吧 也不战死 不战死 就4951吧 凭感觉吧 好吧 就这些 我没觉得七号人家 一定不是啊 如果七号人家 不是恋人 我觉得可能 像十一号人家 说的一样 可能是混的 或者怎么着的 就是提前混了一个 他认为的铁狼 然后呢 就跳出来 去扛枪扛推了 有这可能 好吧 那我目前偏站 久一点点吧 我觉得十二号人家 可能不太好吧 我过了 三号人家 我是个好人 然后我是沾九的编的 其实我建议这个九号 就二跟六看上票就行 就验这个八 因为我觉得八是一个定牢 因为我开 就是我当时睁眼的时候 就是看了他一眼 我就觉得这个人 晚上的夜间若有所思 好像没干好事 然后我就觉得这七 其实因为现在没有恋人跳 也不知道这七到底是啥 但我觉得七可能 混子或者狼的感觉多了 就是七八的那个互动 给我的感觉 就是七乱跳了一个东西 然后八get到了 这不我狼队友吗 要不然就 这不是我们狼混吗 就是这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二六看上票 然后这个八就 就验他就好了 然后那个 那个 我觉得 我觉得六好像个好人 然后十一号也 也很像好人 然后我也是个好人 然后就过了 四号玩家 他俩特别像 强啊 三号玩家 七郎和狼会都来了 我肯定得站边 我的neighborhood嘛 对吧 那个 要不这样 七号玩家 你现在退水流站个边 你是猎人 你站边九就退个水 你站边十就刚住 好不好 帮紧下的 大家站个边 没有了 开玩笑 我觉得因为七 你不用管他嘛 那七号玩家 如果说是 那么不想写检讨 那我是很乐意的 我是好人 我不是强颜欢笑的老 我是好人 好硬 大好硬 好吧 我站边 我neighborhood 那个 老凡水说 验九拿 你验九 我觉得 不是 你说验三 我觉得就是验给 好人听的 我觉得 因为你会 你是真是愿家 你会盘三九不共编的嘛 那九号起来说 他验三奔着 茬茬验的 那三九是两个狼 九也不太能给三发金水 你这言发不出来 我不是在订勾 怎么都这种眼神 看着我 真是好人 干嘛 我真服了 我这样变 neighborhood 好不好 然后 我觉得舞还行 因为 萌萌他看牌 是看完牌 转了一下牌 那狼牌 是有颜色的嘛 是红色的 就没必要转一下 再看 所以我觉得舞也是好人 我沾点酒 哎呀 好人好人 过了 五号玩家 这么多 这么多猎人 然后 两个冤家 我觉得 我听下来是酒 比食要好一点 但是听一圈发言下来 全在占这个酒 一个占十的都没有啊 十号好可怜啊 要不我占一下十 但是我不信这个七 我觉得七号起来 直接就说我是猎人 不太像 而且感觉八号一发言 就觉得更不信七了 因为七八这种情况下 嗯 不会 不会这么简单的 我觉得 他们应该是狼 最起码出一个狼吧 麦克风往嘴边 麦克风往嘴边 哦 麦克风近一点 OK 我觉得就七应该像 像个狼吧 我感觉 对 然后 那 王宝宝也跳了个猎人 他们俩反正 要出的话 要不跟 跟宝 我信宝哥意思 出七呗 跟着宝哥出七 反正出七赛 那出一呗 就这样吧 过了 过了 请上翻译结束 退水玩家 请灭灯 人在锦上的牌 有七号 九号 十号 和十二号 请下两位玩家 请来到手投票 三 二 一 请投票 二号 投票给十号 六号 投票给九号 九号 十号 PK 请十号 玩家先发言 这 小红脖子 不能是好人了 那七是个真猎人 狼腿听到 标出了一句国罪 那也是有可能啊 我觉得 六 有可能是个好人吧 因为 黄子一直不是很相信我 觉得我总是骗他什么的 这是 这是那个什么 三号的发言呢 这就很难定了 你怎么说 四肯定是个狼 是没跑的 三个发言 你就很难说 三九有没有共面了 我觉得 三九还是 那三四九也太弱了吧 这个狼队 我在琢磨琢磨 这有点弱吧 三四十 三十九的金水 是三四十 你是会玩狼人山 你真会玩 我觉得三 有可能是一张好人 如果他几下 还是要站边这个九 我可能会去验他 因为 万一 大家站我边 把他扛推了 也不是特别好 十二号玩家呢 如果七成六 也是列人 十二号就不太像好人了 又是狼婚 天天都是狼婚 老祖宗 虽然站边九 但感觉还行 一号感觉 不是特别像个狼 女巫能验人 确实是有点说不过去 说不一会儿 我还能开枪呢 这都不好说 我就老诅咒是好人吧 别的位置就没有了 我井货六还是只压这个三 因为三的单点发言 没法说他是好人 还是狼人 别的就没啥了 至于七是不是真猎人 就看 这个不是那个九十评票了吗 看七 七八投票呗 看七八投票就行了 我天哪 这要是三四六九 挺狠 挺狠啊 我觉得 井上我听八不是特别好 那井下来看看上票再说吧 现在这好人是不允许七票的 那我们俩 九肯定是 我们俩里边肯定是狼和冤家了 就没有混子这么个说法了 然后大家还是要偷偷票的 我就还是担押这个三吧 我过了 九号玩家 我先验个八 然后验个五 然后我觉得 是这样 我觉得十一像个好 十二不太像张狼人牌 但是十二有一点让我觉得不放心 那是一和十二之间 我觉得可能不是两张都是好人 因为十二是想站我边的 而且十发言的时候是打了张十二的 结果一起来说要站我边 但他打了张十二 而且十的发言里面还说 觉得一是一张好人牌 所以我觉得可为就是我没有太理清楚 一跟十二谁更有可能是十的 就是我觉得十二可能不像的话呢 一有可能进口 我没有说你一定是狼 因为毕竟你现在是站边我的 我不太想这样就去打站边我的牌 二我觉得应该上狼人牌 因为井上已经有人点过二 就十一已经点过张二说 他接到金水的时候反应不好 而且这个二还是给十上票的 那我觉得二我就不验了 我是这么想的 我觉得大概率二是十的狼同伴 因为大家也了解十号这张牌嘛 也不太会去骗人家 我觉得可能二十是两狼 然后四的发言 我听上去是一张好人牌 我本来对你的反馈也是好的 然后四跟我说 他觉得五不是狼 我本来想把五放下 但是五的发言我觉得挺奇怪的 因为五说的是 他觉得我发言比十好 但因为很多人想站我的边 所以他要去站十 他也没有说出来哪一张牌 他觉得发言不好要站边我 他只是说因为很多人要站边我 所以他要站十 所以就是他的听九十发言的那个逻辑 跟他最后选择的站边是有问题的 所以我 但我还是想最想验张八 因为八可能是最在坑里的一张牌 然后六是给我上票的 我就暂时不管了 基本上也不会管 因为皇子这个人发言是能听出来 他是个好人还是狼 所以不太可能就是去点张六了 反正听听发言 就行了 所以我暂时觉得 二十是两个狼 然后八是有可能比较像狼的 然后其他开问题的可能是张五 也有可能是一 但是我没有把你们打死 反正我会再听你们发言的 我希望你们可以给我上票 因为我是个预言家 我仅会留先眼八 再让五 三是我的金水 好 发言结束 请下所有玩家请来到时候投票 三 二 一 请投票 一号 二号 三号 四号 五号 七号 十二号 投票给九号 十一号 投票给十号 六号 八号 七票 九号 九号玩家当选警长 十号玩家面下灯 昨夜 一号 十一号 双死 请一号连家 先留一言 留吧 留一言 谁先留一言 你先 原来你是大女屋子 原来女屋子藏在这儿了 我好人 我觉得九号 人家是冤家 因为十号 人家原理 这世界上没有狼人 这世界上 你看啊 三号 他觉得好人 然后给那个九投票的六号 他认为也是好人 我也是好人 这十二号 也得是差不多 对吧 也不一定是狼 那没有狼 这是这样 除了四号玩家 是狼人 还谁是狼人 四九 没了 你去哪找 你七八 你也不说 对吧 你就像九一样 为什么目的九是 他要验八 因为你验完八以后 如果八号人家是个狼 这七号玩家 八如果是狼 这七就肯定不能是猎人 你就看他是狼会 还是狼人就完了 因为七号玩家是猎人 八号人家舔着七 说我终于跟你同边了 怎么着 怎么着 怎么着的 那七号玩家是猎人 他要是狼 不给他捶死吗 所以说你不验八 你验完八能定七的 这个身份 所以说你就不太像 而且四号玩家 我也没觉得一定得是狼 那在你眼里 我觉得四号玩家 就是你提上日程的 应该是先是三和六 对吧 不至于说四号玩家 就必须得是 你心中的铁狼 对吧 这是我的想法 所以我就把票投给九了 我也不知道 我就这么想的 反正你死了 肯定也不是我杀的 因为我平民 好吧 我就把身份拍了 我平民 也没什么 也无伤大雅 反正如果呢 就是 如果十二人家是原家 这牌肯定也输了 对吧 你屋 我平民 他十是原家 没人信使 九还是狼 还拿着锦辉 再有个狼会儿 完蛋 没了就这些 你把空调开个吧 我过来 十一号玩家 哎呀 不好意思啊 诅咒老师 因为你 开牌之前 用那个摸麻将的方法 说自己是个女巫 说你能摸出来 一直在挑战 十和十一 因为你老说 我们里面有女巫 所以我就抬手就一下子 虽然我觉得 能这么准砍的 我比如说一号玩家 七号玩家 八号玩家 都会砍到我 但是七号玩家 你是一天来 不用写检讨 那俺老师 是要写检讨的 校长马上要写检讨了 所以我也不可能 再说我也没敏到别人 所以我就读了 读咒老师 给读咒老师 体验不太好 不好意思 但是你看 我俩是站边 是不一样 你还是有一丝 希望有可能 是个小狼人的 我就你看 派繁水起来跳 他跳确实是 跳的一般嘛 而且我没听到 二号玩家发言 但是他跳 肯定是要有团队的 然后团队很弱 他也不会选择自高费用 这是一件事 那么九号玩家的 精水三号玩家 就完全没有讲理由 去站边九 还有四号玩家 现在站边都说 因为他是我的邻居 因为我这边 就是站边九号玩家了 没有理由 上次我们俩给你发精水 还说了 你是我见过最漂亮的女人 我好歹还有个理由吧 什么理由没有 就是铁站九号玩家 怎么站出来的 而且我井上觉得 九跟十发言 真差不多 你要说一定能听出 九跟十肯定是听不出 因为九号玩家发言 也没有带太多 修饰的东西 对吧 他没有很多 就是说外置位的点什么 但井下 我井上那么两句话 九号玩家说 十一是好人 这个结论 我认为是 用大费老师说的话 说怎么得出来的 您听得 你这结论怎么得出来的 对不对 一号玩家 没法闹 没法闹 有请一号玩家给我携手 出教室 然后 都走了 好好好 然后那个好人牌 也可以加加油 你看就一个女巫给他投票了 还有八号玩家 所以其他 如果拍他起来跳 我认为他应该是有队友的 如果大家能回头就回回头 然后至于枪战的话 就交给大家了 因为我是没有机会了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读了读了 过来 一言结束 我经常选择八号或十号发言 八号玩家请发言 我不是在摸着被归票的吗 这怎么 这 这不让他先发言呢 那个 我觉得这把挺难 女巫第一天迟到了 我觉得她有可能还读了一个好人 不用在这儿犹豫 你们就是狼 我还是个好人 我还认为那一也是个好人 那能砍到十一代 我不知道是谁 那我认为这个九十个狼 虽然我现在没有能力 去拍这个棋 但是我相信 一会儿一定会有一个正义之士 顶着个正义之国出来 说一些正义的话 然后 我觉得三不好 笑嘻嘻嘻嘻 开牌就看这个什么八不好 我底牌这么好 那三打我不好 那说凭什么呀 有防守动作 对我很戒备 对我很戒备是什么呀 底牌不好 底牌不同 所以我认为三是个狼 认为九是个狼 然后这个 七一会儿 有人干他了 你要干他 你干他不行 除了你以外 别人干他 七就是个狼 有可能是个狼会儿 因为他这个操作 我就没太看明白 就很奇怪 然后 还有狼哪是四吧 四二排 之前别人打你这个什么 脖子红 说你过敏 过分 场外不要脸 但你今天不是脖子红 你脸也红了 那脸红就不能是过敏了吧 那就是不好意思 修了 害羞 你为什么修修修 你自己想想 你为什么修修修 那你不底牌拿狼 修修修吗 我正常的话 我不会这么发言 就是 哎呀 点什么 谁去狼 谁去狼 今天情况不同 因为我新的预员家 现在 估计已经场上 只有我一个人 在相信他了 感觉我要是 再不卖点力气 我新的这个预员家 应该要 白天要起飞了 所以说 多说两句 希望大家也都多挺一挺 别人我不劝啊 那二号牌 身为我新的预员家的金水 本来已经给这个 时尚票情况下 怎么还能反手 又给一票出去 是不是底牌有可能 他也拿不到混的 不是 就是我想 我本来想的 哎 我帮你 你还在那儿冒 我这啥意思啊 狗咬吕洞兵 我认为 二回回头 劝劝二 别的没什么了 我过了 我好人 谢谢玩家 然后刚刚有一个 送给JY的空头 是ID毛阿文 然后留言说 玩得开心 加分吗 加分吗 不加分 背包一点 可以让你吃得开心 我觉得2580吧 2580 然后就 挨个出吧 那个先把10出了 然后8号 女巫也没了 那就再出8 然后再出5号 再出2号 我猎人 不是我跳猎人 井上也没有人拍我吧 12号那个位置 他其实发言 也没跳猎人呀 对吧 然后5号那个位置 因为我 我井上第一个发言 我就跳枪了 5号说我是狼 那是什么意思啊 他认为12号跳枪了 那除非有极小 可能是2580 外带12狼混 所以 因为我们现在 女巫多多平民 然后长了四狼 今天一定不可能出9 因为我可以接受出我 就是你们如果不信9的话 你们就出我 我还能开一枪 追个轮次 但我一定不同意 你们直接在90里面出 今天肯定我会出10 今天就必须得把10出了 好吧 因为我是跟9站边的 12号你跟我是一起站边9的 对不对 你头上是投给9的 这边所有人都投给9 但是没关系 今天就是7和10的论次 好吧 这没问题吧 因为女巫已经锁了 独了一个好人 那我们好人的优势已经比较 反正肯定得先出我 好吧 就有狼汉跳恋人 我可以接受你们的第一天 如果站不对边 你们能不能把我出我开枪自证 如果你们能站对边 就把10出了 好吧 然后其他的就没有了 好吧 我肯定跟那个9号站边今天出10 然后 然后 我不是用力不用力 12号 就我觉得玩狼汉山一定要 你起码对这个游戏要认真 要对待 你如果不想认真玩这个游戏 你来干嘛呢 你身为一个好人 假如你这盘是一个好人 平民你故意 拿一个好人去汉跳猎人 去扛特有真猎人 那我 那我输了也就输了嘛 大不了 输就输 那确实我没办法 因为好人都这么玩 那我还能怎么办 12号 对不对 但我就是猎人啊 我今天就要号票出10啊 那狼坑就是2580 四张狼都找了 那今天先出10再出8 好吧 我希望在场的这个好人玩家 能够尊重自己底牌 好吗 其他没了 当然你要是狼混 当然我没说嘛 你要是狼混 你就汉跳连出我 那我也 但我不接受 今天把警惠死了 就是我可以 你们要是想站10号边 那可以出我嘛 对吧 我可以开枪 行了 我就说这么多 也不多说别的 其他没有过 6号玩家 7号说的对 我觉得差不多是这样 因为23同样接清水的话 我觉得2号 就是状态各方面 可能稍微偏紧张一点嘛 然后3号就相对轻松一点 但是2号我没玩过 我不知道 然后5号那个点 不太弹头 说那个位置说想出7 然后当时我也是听着 听感上可能有些奇怪嘛 其他都是废话了 都基本上是在总结7的内容 然后8就是 我觉得8前后不一致的点 是啥呢 就是他一开始 他接7号在警上发言 然后他说 他这个位置跟7同身份 然后他8号呢 这边要那个 就是站7的边 然后到后边 8号刚才警下发言的时候 他觉得可能是7 砍的是个11 那7都跳练了 对吧 你这8号怎么开始 我不认啊 然后站9嘛 站9 没啥 没啥好说 我第二轮气票 我是因为我想看一下票行 就是我也是 因为我底盘商好嘛 我又不是说无脑 我给9上票 第一轮9点了我警盔流嘛 你第一警盔流嘛 就咽不了两天嘛 一元家 然后10不是点了 我第二警盔流嘛 我说那我那我先信 我先我先投9一票嘛 而且我觉得当时9号 聊的也还也还也还OK啊 然后不就投了嘛 第二天就气了 我就看了一些票行 差不多 我觉得大家边还站的还行嘛 10号不是我 不想信你 所以这把就是比较轻松 就是随便信的个酒 下把我可以继续信你 过来 5号玩家 我觉得7号说的特别对 就这把他说那个是7跟10的轮次嘛 然后其实我觉得这把还不能出两个原家吧 如果万一10号是真原家 把10号出出去的话 然后晚上老人再砍一刀 好人不是死太快了吗 要不就出个7 完了让他开一箱把10带了 对吧 我觉得这样可能会会好玩一点 对反正就今天也晚 我们就就快一点呗 就就把5把7出了 让他开一箱 因为我觉得看王宝宝那个眼神 看JY这把店不对 我觉得特别想看他两个之间 到底有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我觉得王宝宝现在已经憋得快要是说了 那那边应该 我觉得如果他俩有个猎人的话 那1那个12肯定是那个猎人 那我觉得反正我是要出这个7的 我觉得咱把这7出了吧 就这样 过了 4号玩家 这也是2580呀 这提前把答案给公布了 这是真不想写检讨 没啥 那 看昨天为什么有这种情况 可能是揉碎者不在 KS不在 我来给大家揉一揉 揉碎一下 你看那8号玩家的发言 是不是得是一个狼人呢 他的发言说 11是一个女巫读错了一个好人 他觉得7的操作不太像一个狼人 像一个狼祸 那游戏结束了 对吧 11是个女巫读错一个好人 7是狼祸 9狼人拿着警惠游戏结束了 对吧 8号玩家的发言 他打的狼坑是3跟4 那10号玩家 我紧上 我不知道圈圈为什么这把会战10 我也不知道我们俩谁战队战错 因为我也不会去说那个 但是10号玩家 我紧上 Neighborhood只是一个玩笑 但我打10的点是有逻辑的 我觉得10号玩家 他是原家能 他不会直接说验3 他起码会考虑 3跟9 共不共编的关系 但你发言一点没有 对吧 就是我打10的点 那10井上只认为 我一个人是狼 我底牌不是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他说井下 唯一6都不是狼 你井下20个精水 6头内狼的 6都不是狼 你把6保了 你一开始说3也不太像 最后要验3 那10不是报匪者吗 对吧 因为就像1最后遗言说的 10号眼里没有狼 他把3跟6都保了 你在看我的脖子吗 我没有脖子 那个 我觉得7是狼 不是 那大家要讲讲道理 你看那猎人在哪呢 你们说7不是猎人 井上12是开玩笑 跳猎人都能听出来吧 对吧 有听发言的都能听出来 12不是真跳猎人 那7是井上第一个发言 你们可以说 现在女巫疑似读了个好人 现在可能不能跳 那井上 大家不知道这个死讯吧 井上的猎人是得拍7的吧 没人拍吧 对吧 讲道理井上没有人拍过7 那井下 6号是一直战边9 7也是战边9 6现在也没跳枪 6发言说7讲的有道理 6不是枪 那唯一能做成枪的 是不是只有2号玩家 那你听2跳不跳枪吗 那只有2能跳枪了吗 对吧 道理是个道理 如果待会2号玩家跳枪 那就轮次上升到 就开枪嘛 27对开 那2如果不跳枪 那7是唯一猎人呀 那就跟着7号玩家打呗 对不对 那道理 揉的还是够碎的吧 10号玩家 对吧 那我们要用逻辑打 我就用逻辑打你嘛 你井上觉得6都不是狼 3也不是狼 你就找到4一张狼 就4九两个狼 那个11把1读了 你觉得1是什么 你觉得7是什么 对吧 那到你你聊呗 你把狼坑点出来 好吧 我觉得听完5发言 5也不太像好人 因为你说如果出了10万一是原家这个好人走太快了 不如出7把10带了 那你默认7能开枪 那你既然默认7能开枪 7说10是一个汉跳狼 为什么不出10呢 对不对 所以我听完5发言 我觉得7点的狼坑应该差不多 就二五八十吧 那就顺着出吧 我过了 3号玩家 我觉得4号玩家是个好人 就是7因为现在没有猎人去拍7 除了一会儿如果要是2号也挑猎人的话 那可以先出7 但7也有可能是个混子 反正就是混子跟猎人跟狼 但是这个5号就是个铁狼了 那这个铁狼肯定要走到这个 就是他是一个百分之百的狼 因为他的发言逻辑是 他觉得9跟10不能先出 然后要听这个7的先出7 让7把10带了 那就是他还是认为说9是原家 这个10可能就是不就是是汉跳 那就直接出10就好了 就是5号的这个 他这个发言就不可能做成一个好人 然后这个2号一直都在记笔记 能是个狼吗 我觉得7号把2号点到狼坑 有点过分了 但也没有什么配置绑架 然后一会儿看2号就是跳身份 他要是个平民 那7就是猎人 他要是猎人 那7可能就走远了 但这2号应该是个好人 我觉得这么努力记笔记 然后有没有一个可能 就12号是个狼 就可能不是那个 可能7如果是混子的话 那可能是5 8 10 12 然后12在那演戏呢 我就 有没有这个可能 然后 反正4肯定是个好人 我也是个好人 然后9是冤家 然后我就过了 2号玩家 2号玩家 发一下言 我要是但凡是个狼的话 我现在一定穿恋人衣服 好吧 然后我是 我说一下我的投票 为什么你们都不聊投票呢 这不是一个投票的游戏吗 我一开始投给10号 是因为我想 锦下只有两个人 那如果 我在看清我自己的底牌下 如果6号是个狼 那锦上也惨三头狼 对不对 那如果6号是个好人的话 那锦上就四个狼 那锦上四个狼的发言 全部都在占9的情况下 我自然是不信9的 我不是因为10号给我发精水 然后我是通过3号的发言 我觉得3号的发言 并不像一张好人牌 所以我就占了10号 因为3号他起身的 在锦上的发言 说的是 他没有分析9号和10号的发言 他去跟我分析猎人 他去分析7号 和 他去分析7号 他去分析6号和11号像好人 然后不聊9号和10号 在他的事迹里面 6号还没有发言 11号也还没有发 11号发完言了 但是不占边的情况下 他是怎么知道6号和11号是好人的呢 3号玩家 可以回答一下吗 然后而且 那我根据刚刚6号玩家 在弃票的那场 我觉得6号玩家 大概率是个好人 那如果说6号玩家 是个好人的情况下 那锦上就是4个狼 那锦上4个狼 如果说11号 11号玩家不是个女巫吗 对不对 11号玩家如果毒死的 这一个是个好人的话 那我们场上剩10个人 10个人有4头狼的都在锦上 那4个狼 是不是都在帮9号说话 那现在帮9号说 帮10号说话的 就我6和8 我自己知道 我自己什么身份 包括刚刚在锦上的行为来讲 包括刚刚在锦上 如果说有3头狼的话 都在帮9号说话 那是不是9号是狼 那为什么后来改票呢 是因为10号玩家 说实话发言 是真的很不满意 因为9号玩家 我觉得还是要对得起 他的发言吧 这9号玩家 确实是在找狼 且他找到了 他觉得 他给我配齐了说 2 2 2 5 2 8 10和5 是吧 那起码他是能找到 听了一圈的发言 他在PK台上 听了一圈的发言 他能找到他心目中 4头狼 我觉得这是 作为一个预言家的一个 就是思路 然后10号发言 就是你没有 你没有去找 这4头狼 这个是你的一个失误啊 但是我通过 每个人的发言来讲 我真的还是要 还是想站一下10号 因为你想 现在去掉两个人了以后 所有人都在站9号的情况下 我不得不就是去分析 那7号玩家 就是有点高端 我分不清楚 他到底是不是 猎人的情况下 我就觉得 这也不是7号轮次 而且女巫死了 7号玩家 让我们投猎人 猎人要带走 如果10号身是预言家 那不就血崩吗 这把不是 而且10号玩家 还发言说 9号10号 不是预言家两个的轮次 但是要投10 我觉得这样 女巫已经去掉了 一个的情况下 你们 我宁愿你们投我2号 如果你们打我20 你们可以投我2号 但如果这一把 你们不想相信 你们不想从9号10号里面选 因为我想11号 为什么要说那么多 因为12号 已经是站边9号了的 一个情况下 我觉得我可能是10号 最后一张 就是给他归票的位置 如果说 在这样的情况下 虽然3号刚帮我说话 我还是想就是说 10号如果说 大家不听得去投9号 我觉得你等一下自己归票吧 你看你归9号还归3 我自己是想归3的 因为9号在前置 为发言给3号 我就觉得他们俩认识 他不怕3号反水利紧吗 所以我想从3号 谢谢我这个好人 谢谢过 我实际有很多 可以给你一些 反正你不是猎人就可以了 反正也不重要 那不是那个 8号稍微有一些小聊抱 就是 他如果是狼有狼婚 不就绑票了呀 你也抱不了 你也抱不了 我估计你也抱不了 我本来以为3混了你 后来想了一下 也不太可能吧 3号玩家 他说我是狼 我又想说一下 如果因为 愿家精髓打我是狼之后 我这样策对 算谁的 我也是可以跟着 10号玩家投的吧 因为我等会投票 如果有5票 我不就是好人了吗 因为你说我是狼吗 算了 我又不想让你 其实2号玩家 发言发的挺好 因为你在井下就是狼 因为我都说过了 因为这个东西 逻辑没有用 因为他是猎人 他是狼就绑票了 这个你能听明白吗 因为你认为 1是好人死的吗 那场上10个人 他是猎人 是一定会投10的 9号玩家就说 他不说话 他就留个警惠 直接投票 10都出局了 这是现实问题 就那么简单 我现在祈祷一下 8号玩家不是狼吗 因为我突然感觉 那个匪刀好像领先了 那个10 你确定1是好人吗 他匪王之王啊 我发完言 我占9 然后他说我铁狼 他说要出我 让我开枪带你 我真是猎人 我不会玩 我会带7吗 我占边9 我肯定带10啊 是不是打魔兽世界的人 老人是他都不 会玩啊 留完遗言出去 什么井上就捶我 是狼 我就他和KS是一样的 我发完言 只要我能呼吸 他就说我是狼 轮轮说我是狼 上次预言家 他上次预言家也说我是狼 反正我就是狼 你不会是恋人吧 我先说好 我先把话说在前面 如果7号玩家什么 跳个猎人钓鱼 让我们什么都站错 对自己一个人去投一票9的话 这太过分了 因为我们是在 精神master game上面 所以要防一手 我先把话说在前面 你知道吧 因为我想他 怎么回事啊 他真的是不会写字 我可以帮你写 我写两份 你也太拼了吧 兄弟 就这样吧 反正我是觉得 如果8是好 如果狼出去好人 8也找到了 那我也不能说 就你一个人用力 8不用力 那肯定大家都得用一下力 我投一下10啊 然后我是好人 反正我是什么也不重要 反正看 我总不能死在冤家前面吗 不会吧 这也找到我了 那个出个10 然后排队 过了啊 我是好人 再见 拜拜6 10号玩家 先那个卸下头10啊 谢谢 山羽海之王说 让七八时时一起拿狼吧 拜托拜托 拿个大鸡巴 他们巴不得我去死呢 这七和八还一起拿狼 我是我 我是可以出局啊 因为三四里面有一张好人 我就已经死了 就是对吧 我我其实没太觉得 一是个狼嘛 一如果 一如果不是狼 三四里面有一个好人 我就已经走了嘛 四狼加一票就够了 我觉得王宝宝 那种好像得到了 就是摸到了事实真相的 哎呀操 你10号装你妈 他让我自爆呢 刚才还 我觉得有点可怜了 我这 我是可以走 但是 这把的猎人要怎么办 昨天李金磊的下场 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这今天的猎人 八号是个猎人呢 是 你能是个猎人 你 那个 我觉得狼 我觉得五号应该是一张狼人牌了 因为七号打五号是大铁了 五号 我能成立为狼的情况下 五号一定是个狼 五十得是两张狼人牌 对吧 就像七号说的是二五八十 五号 认七号是个猎人 就等于是认了个狼 说初七二七来崩十 这是有点另类啊 我就萌忘走了 这是 这是有点没听明白 我井上觉得玩具枪是 不玩具枪 牛肉干 我井上 枪枪想你啊枪枪 我井上觉得牛肉干是狼 是因为 昨天他站错边了 我说他是好人 他说我骂他 他非常 萱萱今天出门交代我 他说你别老骂牛肉干 别老说的 那他站错边了 我说他是狼 他又不愿意 你这我也没什么好办法 我觉得 五 三五七八十吧 那个六 黄子的发言 这把没有特别像狼 三五七八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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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在想猎人在干嘛呢 我没想明白 你会刚才是好人 我觉得应该是能占我边的 就像你昨天想不明白 女巫在干嘛一样 我现在没想明白猎人在干嘛 你看我是个狼 那圈圈是个女巫 只有女巫投我票 还有巴投我票 外之位就没有人了 二号的发言 不能成立为我的狼队友吗 五号认狼 五号能是我队友吗 五号是把票投给久的 这没错吧 六号表现好人 是因为他弃票了吗 那外之位有致话 我也爬不出来了 你说你怎么说 所有人都站面久 你怎么说 谁是好人 谁是狼人呢 是吧 观众朋友们 不会觉得我在放屁吧 因为气跳了个烈 没人跟他对调 我在这屁啪啦的 我在说什么东西啊 因为八占面我打的人太多了 所以我觉得八是个倒钩 或者七是个 我觉得十一这一刀是七砍的 我觉得七是个大狼 是个睁眼的狼 我觉得八有可能是哪个混子 还有三十两 那只能是九十的轮次 因为没有人跟七对调猎人 对不对 你占面九就投十 占面十就投九 就九十里面投就完事了 我就过了 九号篮家 我去验二哦 因为我觉得 这个十已经没有坑打了 他把自己狼队友五给打了 把自己狼队友八给打 我觉得五八应该是狼 就不用验了 这个八 原本想验八的 然后是 这个二我还蛮想 因为他的发言 就是 就是 我又觉得他得是个狼 但他真的挺认真的 就是我没有觉得他发言好 因为他说的是 他是看了格局给时尚的票 但是 但是他又觉得锦上三 一定是张狼人牌 那你就说三是狼 那九肯定是狼 你就只会说去觉得 十是个冤家 你不太会再去说 你还看了什么三郎上领 四郎上领 这种考虑 他就是 他是倒着说的 所以我觉得二是就是 他是在给自己一套 自洽的逻辑来 就是来站的边 而不是先想站边 然后有的就是这个发言 就他的发言像是道着说的 所以我觉得二 虽然他这么认真 但还是挺像狼的 我还是把二验了 就是我其实我也没想到 这七号玩家一认真 我可以这么轻松 我是觉得二五八十 应该就 就是对 就是还 应该是吧 就反正我觉得五八没啥可验的 五号都已经被十号抛弃了 我 因为 因为五号那个发言就是 我本来也觉得挺刺激的 他说他要打七 然后十那个发言可能是在生气 自己狼队友没有去跟七队跳枪嘛 我觉得应该是这个意思 所以 所以我今天出十让我去验二 过了 投票 警长归票十号 所有玩家请来到时候避免投票 三 二 一 请投票 等一下 二号是投票九 二号玩家弃票 十号投票给九号 其余所有玩家投票给十号 五号投票七号 二号玩家弃票 十号投票给九号 其余所有玩家投票十号 十号玩家出 我可以发言吗 王亚萌你要是个猎人 你是猎人是吧 你他妈单票七 你不可能票 他打你是狼 你说出七 让七崩石 我是玩不明白了 那个 一 一 一是个好人不就结束了吗 是结束了吗 那么明天起来不怎么的 你要是个猎人 王家弥 你完蛋了 我告诉你 我过了 我是个原家 那咋办 那我也没什么好番 行啊 好哥哥啊 送我 送我一尘 送我一尘 等会啊 这会王宝宝的脸色 就不太好看了 王宝宝 不尊重游戏 不尊重游戏 得拉出去 一会儿啊 观众朋友们得记着 是怎么夸王家弥帅的 都得记好了 因为我刚才有一瞬间 我在想 发现可不可以是个 真猎人翻车了吧 我有一瞬间 在想那个事 好了好了 我是个原家 是个原家 我过了 再去吧 好 一言结束 天黑请闭眼 闭眼闭眼闭眼 欢迎回来 我们看到10号玩家出局了 至于10号玩家 是不是预言家呢 你们就去猜 反正有奖竞猜 我刚才看了一下 已经很多人 给我发私信 进行了点四郎 但是有没有人点对呢 会在这局游戏 结束以后公布 然后 那个希望大家都能点的对吧 不知道大家站边 站的怎么样 弹幕可以跟我讲一讲 我在外哥直播间啊 你们是站边谁的 你们觉得水子姐是不是预言家呢 如果你们觉得水子姐是预言家 你们觉得谁是狼 哦 那边已经拍刀了 好 我们切回去 好 那个观众朋友们 昨夜狼人选择拍刀4号和5号 游戏结束 狼人胜利 跟大家附一下盘 这局游戏的狼人牌呢 是1号 7号 8号和9号 预言家是10号 女巫是11号 猎人是5号 白痴是4号 平民牌是2号 3号 12号 混血儿是6号玩家 第一天晚上6号混血儿 选择12号平民牌为榜样 所以本局游戏是好人混 狼人在第一天准确地叨到了 11号女巫牌 女巫开读 1号狼人牌 预言家宴 2号玩家是金水 第一天白天 9号狼人牌当选警长 10号真预言家牌被公投出局 第二天夜晚 狼人准确地找到了4号白痴牌 所以选择拍刀4号白痴和5号猎人 游戏结束 狼人胜利 那我们今天第一局游戏 是4张狼人牌胜利了 我们休息会开始第二局游戏 切到结束期吧 好 欢迎回来 我们看到狼人选择拍刀 然后赢了 女巫还是很优秀的 女巫是吃了手刀以后 独走了一张狼人牌 但可惜是预言家被扛推了 然后其他的身份都被找到了 所以狼人选择了拍刀 恭喜一下狼人 那混子的话 其实这一把是一个好人混 没有打出一个精彩的配合 但是呢也无所谓 反正那个狼人也看起来不太需要狼混那样子 直接就赢了 其实我们还一直猜 就如果六行人家是混的话 很有可能去混七八 对对对 之前没有选择混七八就混了十二 对 你跟着王宝宝 你想知道王宝宝是什么可太难了 确实是 然后因为那个反正不管怎么样 我刚才大概看了一眼 绝对是有人已经猜对了这个1789这几个数字啊 但是我不知道谁是最快的 所以一会我得去看一下谁是最快的 所以说我这个红包今天这一局是一定会发出去了 哎 难受 是我的小号 哎 挣到二百块 是你的小号吗 太过分了 然后因为我是刚才看到最新的一个 他还私信我 我猜对了 我猜对了 然后点击一看 二十三分钟之前他猜对了 所以 很厉害啊 对 这盲才啊 仅价一轮 而且是有那个七跟十二跳链人 对跳链人的情况下有猜对 对 我看一看有没有人比他更快吧 有没有人比他更快的话 他就是第一了 然后反正我刚才已经看了至少都有一百条了 没有人 没有人能猜的对 还有一大堆我没打开呢 因为确实参与的人太多了 我往少了说得有五百多人在参与 所以五百多个人每人给我发一条五百多条 我太难了 慢慢看 但是有一点 经常盯着手机看 这个手机辐射可能会让你更黑 你看你就不玩手机 你家是不是没有电子产品 没有 连电视都没有 对 确实是你坐到我旁边真是嫌我巨黑 因为灯还是昨天的灯 场地还是昨天的场地 但是为什么今天我就黑的 确他妈黑 就一定是因为你坐到我旁边的原因 谢谢你 开心 你太白了 下次我希望你五颜是一天 马上就冷了 马上就冷了 漏不了多长时间了 对 这男的不嘚瑟能死吗 我嘚瑟什么了 这个 打的也挺久的 说实话 就底下都有发言时间很长 对 但是我觉得女巫要是没读到狼的话 应该结束的就更快 还好是那个圈哥比较牛逼啊 至少读了一个狼 给那个预言家还有一次在PK的机会 给了好人一个机会吧 因为如果他要是没读到狼 其实好人基本上已经没有机会了 对 对 女后玩家猎人为什么不拍起呢 因为 因为说实话觉得像七这种乱穿衣服 可能性不是没有 对 而且你还要考虑到 他是否是狼混的这个问题 你直接就起跳拍他 可以 这事儿十二干了 但是有什么用呢 对 没有什么用 对 其实他完全可以起来拍 他可能觉得景上就是开玩笑 没必要这种 但我觉得是完全可以起来 就是我衣服不外戒 我就是恋人 你就要把自己的身份按名了 去考虑一下七号玩家的身份 对 因为好像七号玩家站编的是谁 你还记得吗 不记得了 那如果说七号玩家当时站编的是他狼同伴的话 可能会心里想 但是十号玩家最后出局的时候太多票了 我没记住 因为太多票了 反正确实是十号玩家基本上 吃全票出局 然后好人就直接被拍刀了 这也是没办法 这狼人确实也厉害 人家直接就把女巫给守刀了 你就就冲这个狼人是不是也得赢一赢啊 对 肯定呢 就算第一轮少了一个狼 但是原家被扛推了 狼都领先太多了 对 然后你看啊 下一局更精彩 下一局是那个梦衍的板子 万一你女巫被梦衍找到了 直接一刀你连毒都开不出来 对 而且挺好的 外哥赢了一局 他他说他再赢两局 不是他得赢三局 他再赢三局 对 他是说这三局他好像一局都不能输 他要是输了就没了 狼人是1789 一号玩家诅咒老师是狼人 然后一言留的挺好的 没被盘出来 然后就就没有然后了 狼人的配置太高了 诅咒去给七号玩家套狼混衣服的时候 那个发言还挺像狼的 反正我是觉得这个狼人的配置确实是有点离谱的高 狼人这一把要能输的话就有点离谱了 对而且发言方向我觉得还挺好的选择的 对 因为小崇我刚刚也在跟好汉说 说小崇现在挺难听出来 是因为他有的没的聊太多 对 他的他的发言你很难直接就揪出来 你是定狼很难的 对只能你排八号玩家可能只能快排坑或者是 对 就单抿他 抿报他 对所以那个 丛哥的那个身份一般就是后期的时候 就像你说的排坑再把他给排出来 前期的话是比较难的 就说警商一轮发言说我能定丛哥是什么 太难了 对那个外哥肯定是用力了呀 他肯定是不想写检讨的呀 他得赢三局 所以就看一看吧 下局他是什么 看看他能有一个怎么样的发挥 他拿个好人就看他能不能带着动好人吗 对吧 他拿狼的话就跟着狼就一块加油努力 找神就刀 但是当好人才是最大的挑战 因为他一个人要就是带其他好人 或者说站错边的好人或怎么样去带领他们 这就是比较难的了 但其实梦魇这个板子吧 我觉得还是狼强 尤其如果梦魇这个牌 让一个比较会玩的玩家拿到的话 那就真是梦魇了 对他真的很强 就是梦魇 对太可怕了 因为他直接能封你技能 对啊 第一天梦女巫刀女巫 然后呢 预言家和狼人对跳 你甭管谁出局了 然后梦个守卫 刀个守卫 然后你就爆刀 然后玩呗 太简单了 所以梦魇是太可怕了 这个东西 嗯 然后然后刚才其实 我我一直在玩哈利波特 我嗷那个在图书馆抽卡 然后图书馆现在已经不让我看书了 我是一个很爱看书的人 他今天说我看书看的太多了 不让我看了 你是一个很会充值的人 这倒是充值 哎 不是充值 就是看书嘛 对吧 学习学习那个里面的新技能 看书 我很爱读书的 但是但是哎 不让不让我看了 哈利波特我还没开始玩呢 就充了不少那个技能 不是钱 是技能 对 你们别管说好人的MVP是谁 或者怎么样啊 这个东西 我我觉得就是好人也有出色的地方 然后狼人也一定是非常的优秀 你说这个东西你硬评一个MVP 就不评了吧 因为毕竟好人还是输了嘛 对不对 嗯 这局好人 MVP 怎么说呢 怎么直接切回去了 那就给那谁吧 给女巫 切回去了 喂 不是大哥 你不提前跟我沟通了吗 这 这是什么情况 导播是走神了吗 导播你在干什么 导播可能也在玩哈利波特 对啊 聊着聊着怎么突然就给我们切走了 我正在聊哈利波特呢 给我切走了 什么意思 哈利波特给你多少钱 哈利波特没给我钱 我给哈利波特好多钱 哈利波特赚走好多钱 而且那个今天肯定微博 刚才我又花了两百块钱 发个红包 哎 不是哈利波特刻进去 不是没有感觉 他刻了六百 然后他在我旁边抽了 无数张金卡 嗯 就是钱这个东西 你花到位了 他还是会 他还是会给你回馈的 确实 确实 然后然后那个 我一会儿 一会儿那边游戏开始了 我先看一看上一局游戏 谁点对了四郎啊 那个点对四郎的那个 我会在在微博给你发私信的 你注意看一下 参加活动的人都注意一下 微博啊 你要是中了的话 我会给你发私信 然后你就把红包收走 昨天的那个四个人都已经把红包收走了 嗯 然后那个希望第二局啊 也有好人可以猜对啊 把这个红包转走 我心好疼啊 我钱包也在低血 加油吧 我嘴上说 祝你们一定能点对四郎 但我心里想的是千万别 我是预言者 你们谁都猜不对 谁都点不对 加油加油 谁也点不对 多申请几个小号 看看那个概率算一算 想赚这二百块钱还挺容易的 嗯 对 就 我反正这活动就这周搞两次 我今天你看已经没有那么大干劲了 昨天我搞这个的时候 我还以为节目组能给我报销一下呢 结果 结果节目组根本就不理我 说嗯 不错 你很有创意 很厉害 很好 转头他就走了 然后就把我留在那 我的天哪 然后以后可以这样 嗯 关注我的微博 嗯 给我发私信 你给他们搞个活动 我 替你们猜 猜对了 钱在一段一段 我也去冲游戏 哈哈 我希望别人也能搞一个活动 我也参加参加 然后我内幕一下 然后把那个四郎点题 我把这个这两天的钱给挣回来 哎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人这么 怎么说呢 人傻钱多吧 可能 谁谁人傻钱多 我是人比较傻 但我钱是真不多呀 哎 那边好像天黑了 直接就天黑啊 对 你没听已经安静了吗 他们已经入场 然后天黑了 刚才不是导播切过去了吗 嗯 切过去以后 看他们都已经坐在场上了吗 然后就应该是发牌 然后准备天黑了 那个 不用你们提醒我很黑了啊 谢谢 我知道我今天拒黑 我现在盯着手机屏幕呢 我也知道我自己却他妈黑 然后不用你们提醒了 我这挺难受的 好 谢谢啊 哎 没法弄 第一局完了 第一局完了 下一局是梦魇的板子 是第二局 然后 对 这个是直播 然后第一局呢 狼人赢了 第一局的狼坑是1789 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 嗯 看一看那个 对 圈圈很棒 该说不说 圈哥那个女巫 在吃了手刀 盲读了一个狼 确实厉害 然后返回来说 狼人也确实厉害啊 狼人这个1789 四张狼人牌 手刀女巫 扛退真预言家 直接拍刀 绣的一匹 绣的一匹 然后 我 什么 我的衣服 看起来不错 你去点点狼 点点狼 更不错 还能赢红包呢 好吧 不用关注我黑白问题 不用关注我的衣服了 那个多参与参与游戏 因为这个游戏 今天再搞最后一天 下周就不搞这个活动了 可能搞点别的之类的 但红包活动就搞这两天 所以呢 你们别到时候后悔 说哎呀 还有没有红包活动了 我没参加上 没参加上 你看就赶紧的 现在参加 别到时候后悔啊 然后 那个 都会被 哦 圈圈 也有可能 因为像圈哥跟诅咒 也玩的比较多了嘛 他们互定身份 也可能是比较准的 这个也是有可能的 呃 这外要不要写检讨 他好像三局全胜 就不用写 然后今天已经进行一局了 他赢了 还有后面的两局 看看他 那个能不能赢啊 再赢两局就行了 对 你们就猛夸他白 就变相踩我黑了 所以你就 说他白就行了 有人问 嗯 不是 有人问混的是谁 刚刚我看见 混的是 六号玩家 他混了12 他是个好人混 好人混 对 但是刚刚因为有 出现一个情况 是7跟12 有一个对跳的行为 嗯 所以六号玩家 个人可能得判断一下 对 没错 有人问说 给我点的夫妻废片 我收到了吗 哪有夫妻废片 什么夫妻废片 哎呀 真的没法弄啊 工作量真大 一会还要看你们谁猜对了 然后我还要给你们发红包 这一定是你老婆 不管他是谁 比心 夸我的都是好人 夸我的都是最牛逼的人 好汉天下第一 想看解说玩游戏 玩啥 玩哈利波特 玩哈利波特 对 我们玩哈利波特 所有夸我的 给你们比心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 夸我最白的那个 给我疯了 把他给我疯了 那边天亮了 天亮了 谁跟我说